12月14號 杭州林平公安接到群眾報警 說在當地的南霸套公交車站 發現了一名走失老人 接警後 民警立即趕赴現場 進行處置 據了解老太太年近90 已不太說得清楚自家的位置 只記得在南车路上 而老太太身上 也沒有能夠證明身份的物件 無奈之下 民警決定先帶著老太太往南车路 希望到了那邊之後 能找到有誰認識老太太 沒想到運氣不錯 剛到南车路不久 就遇到了一位認識老太太的村民 車裡有個老人家 你看一下是不是這裡的 市中啊 省高 省高 家裡你知道嗎 省高 省高 這裡啊 這裡啊 哪裡哪裡去的 啊 你誰住 這裡有一個 知道了老太太 知道了老太太的住址 知道了老太太的住址後 民警就扶著老太太一路找了過去 在村民的指點下 很快把老太太送回了家 他家裡在哪裡啊 我這邊走嗎 我這邊走嗎 我這邊走 好好好 在家裡是不是 在家裡是不是 對對對 那個他在那個南八頭那個公交車站 一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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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女的報警 說她走迷路了 原來老太太玩性挺大 當天下午趁家人不注意 獨自走出了家門 結果迷了路 當時家裡人已經在附近找了很久 所幸遇到了熱心人和民警 老太太得以安全回家 記者王延淵 編輯報導